台中捷運車廂血跡翻班 就是這名白衣男倒地 持刀隨機殺人 招待時還怒吼 到底和誰有仇 我會走 我會走 你會走 我要走 這名二十歲 洪信嫌犯遭起底 原本就讀高雄一間戶專 兩年前PO出家冠典禮 還寫下希望不要忘記 今天許下的誓言 可以在有人需要我們的地方 讓我們陪他度過 白衣天使變成遲刀砍人 網友怒哄 嘲諷刺 更曾轉發PO文 挺台灣獨立 就香港真自由 非韓不投霸起來 讓我來霸公民割草運動 台灣不能輸 似乎政治色彩相當濃厚 實際走上嫌犯父親 洪信男子爸爸是整副師 在屏東開推拿館 事發後緊急關門一星期 媽媽也有醫療背景 請假到台中處理 阿嬤在高雄開美髮店 迅速拉下鐵門不營業 先犯父親一度道歉 都是當爸爸的沒有當好 兒子的事他錯了 他真的是錯了 我對不起他三個小孩子 終結爆發看人意外 新聞發酵專有名網路小編PO文 希望大家給洪信男子 足夠關心跟安全感 說這個陰影一定不小 還留言要好好修養 遭網友截圖怒標 難道是自己人 小編刪文道歉說認錯人了 洪信兇嫌從高雄到台中 遲到亂砍被壓制創下大禍 背景跟政治思想先後被起底 究竟動機為何 家人也難以理解 記者高雄總報導